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家庭充满欢声笑语 但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拥有这样和睦温馨的亲子氛围 或许孩子小的时候还没有很直观的感觉 等大一些了父母就会明显感觉 有的孩子天生就是来讨债的 不仅和父母唱反调对着干 而且还非常不孝 家中整日鸡犬不宁 笼上一层阴影 哪一类的孩子是来向父母讨债的呢 讨债的孩子面向特点有哪些 下面我就给大家具体说说 一 讨债的孩子面向特点 一 连眉 两条眉毛连接到一起 印堂处都是眉毛的 眉连交接 住场难逆 眉毛连接到一起的孩子 做事偏执而执着 从来不肯服输 就是不听父母的话 性格执拗 做事不计后果 容易结交坏孩子 性格往往孤僻 难以合群 出事与正常的孩子不一样 二 招风耳 耳朵是肾的外翘 耳朵与肾气相关 如果耳朵薄耳小的 则先天渗水不足 这也是未成年的孩子 看命运的主要部位 耳朵如果招风的 也就是两耳前照的 这是个性独立自我 不轻易被人左右的孩子 同时性格上 也会更加叛逆 难以听尽父母的话 三 嘴唇棱角分明 上嘴唇和下嘴唇 都丰满有肉 嘴唇轮廓清晰 嘴角尖尖淡不下垂 这就是常说的灵脚口 有这种面向的孩子 往往乐观开朗 而且不甘心于人下 整强好胜 对既定的规矩 不能很好地服从 怕逆心较重 但是如果能注意自己的缺陷 并加以改进 就能有所成就 他们的志向 也是不可小视的 这类人比较适合 从事公关工作 四 鼻梁有青筋 鼻梁是极恶功的表现 其血色和特点 代表着其自身的抵抗能力 如果小孩子的鼻梁 出现斑点或者青筋 那么要多加注意了 说明孩子从小身体不太好 小病小痛很多 健康问题必须重视 而且这样的孩子缺乏安全感 非常容易受到惊吓 白天不敢和人深入交流 晚上睡觉也不踏实 总是翻来覆去 冒冷汗 稍微听到一点声音 就会惊醒 孩子一惊一乍 做父母的心也很累 也要陪着他心惊胆战 五 习惯性皱眉 小孩子的脸庞最是天真无邪 但有些宝宝脾气比较倔 三四岁的时候 脾气就很大了 而且占有欲强 稍不如意就会皱眉 皱眉会引起肌肉牵动 形成一圈凸起的横肉 但此步位位于印堂处 主一生运势起伏 倘若小小年纪就开始皱眉 势必会影响他今后的运势 小时候只是经常性的不满 大了脾气更加杀不住 动不动就抱起 哪怕是父母也管不住 只能默默地在后面收拾烂摊子 六 耳背无瘦骨 瘦骨位于耳朵背面 纵向生出明显的软骨 孩子耳背有瘦骨 上部略弯 生得高耸 那么一生少病少灾 偶尔的小病小痛也不打紧 如果孩子耳背无瘦骨 那么就要多加小心了 孩子体弱多病 可能经常出现意外 三天两头抱去医院 做父母的 不仅要细心呵护孩子 还要多为他们行善积德 以减少意外霉运的发生 真真是操碎了心 二 哪一类的孩子 是来向父母讨债的 一 从小就是个磨人精 爱哭 还不好哄 宝宝特别地黏着大人 基本不愿意自己独立去玩 看到身边没有人陪会哭 醒了会哭 而且哭声特别大 带着抗议的成分在里面 好像是情感需求不足的样子 哭起来大人很难在短时间内会哄好他 是个性格执拗的宝宝 他的愿望达不到 大人是别想轻易逃脱的 二 挑食 吃饭不好对付 身体弱 容易生病 讨债型的宝宝吃饭 就是一个让家长很头疼的事情 小时候吃奶的时候就不泼辣 常常地会闹肚子 肠胃消化功能弱 很是让大人操心 等到能吃腐食了 又会挑三拣四的 不对胃口的饭菜 是连看都不会看一眼的 到了三四岁的时候 吃饭会很挑食 偏食的现象很严重 家长常常会因为吃饭的问题和孩子闹得矛盾重重 这样的饮食习惯肯定能影响到身体的健康的 挑食就会营养不全面 宝宝的抵抗力就会下降 流感基本上是都躲不过的 会是医院的常客 家长跟着也会苦不堪言 三 虽然宝宝的体质弱 但精神却很充沛 睡眠少 活泼好动 这个在小时候的表现最突出 当别孩子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 他早就醒了 明显的比同龄的孩子睡的时间少 玩的时间却长很多 宝宝虽然睡眠少 精力却很充沛 大人都有些熬不过他 晚上大人都打盹得睁不开眼了 他还生龙活虎地在玩呢 宝宝还特别爱动 闲不下来 会常常拉着妈妈和他去外面玩才行 闷在家里就会哭闹 凡事都是各有利弊 没有绝对的事情 讨债型的宝宝 虽然是让家长养起来很费劲 很累 但他身上也是有很多的优点的 在未来也是能回报家长的 宝宝爱哭闹 说明他情感的表达没有问题 不会压抑自己的情绪 反而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去想办法 引起家长的注意来 这样的孩子 很懂得大人的心思 在长大后的情商会比较高的 所以 只要宝宝不是无理取闹 只要是他正当的需求 满足他就好了 小时候难养的宝宝 长大了反而能更孝顺 宝宝小时候和家长的种种过招 还有成长上父母操的心 他是会都记着的 等到长大了 就懂得父母的不容易 能体会到父母的付出 所以更能回报父母 孝顺父母 可以说养育一个讨债型的宝宝 有苦也有甜 都是值得的 加油讨债型宝宝 也是父母最爱的孩子 养育孩子的感受 就是痛病快乐着 三 如何化解讨债的孩子 告诉大家 放生就是还债 你一定要用孩子的名字去做功德 为他在佛前点灯啊 供花了 特别是放生 是最快的了 比如说 你买鸽子啊 买鸡鱼啊 买小龙虾呀 还有乌龟呀 都可以拿来放生的 这个是力量最快的 放生的时候 一定记得回向给他 然后我们要三立和和 除了放生的功德力 你还要求观音菩萨加持 所以你有任何烦恼解不开 你要记得 佛菩萨闲闲无事哦 每一个佛菩萨 都在等你念他的名字啊 你要请佛菩萨来加持他 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 但是你有这个怨念就好呀 念大悲咒 念观音菩萨 念地藏菩萨 然后回向给所有 记得是所有不上进的孩子 不感恩的孩子 这样力量就会很大 然后再回向给自己的孩子 要坚持 要慢慢来 你不能想着 今天我放生了几斤草鱼 明天我孩子就进九八五 但是诸位妈妈 在你给孩子做功德的时候 也要以坦然的心态去接受夜报 什么时候改变 谁也不知道 但是你的内心要放下 因为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 这个孩子在上一世或者上上市 如果你欠他一百万 那这样跟你说 一毛都不会少的 你是一定会还到完的 所以我们知道了果报 千万不要在这一世再欠债 那上一世的要怎么办 你就把本来要给孩子的钱 拿去供养三宝 拿去帮助贫穷 拿去放生鱼虾蟹 用他的名字做 还债最快 因为你替他不失二十块 等于还他两千块 这样才能最快的断恶修善 我们还可以应经供养佛法僧 供养出家人 用儿女的名字去供养 这是为了帮他们种下善根 也为了你自己消除夜报 其实信佛就是信因果 如果你真的相信了因果 就不会有想不通的事了 不该你得的东西去执着 去追求是没有用的 那该你面对和接受的 就一定要面对接受 去拒绝 不接受也是没有用的 愿天下友情 为缘消灭 顺缘增长 广闻深思 勤修佛法 福慧无量 法喜充满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